Hello 我是梁安琪 我們今天互動創意網上電視 就在大埔大美督的大美巴的寵物美容中心 做一個愛心的實地採訪 其實在我身邊這一位就是阿慧林 他就是寵物美容導師 我們今天的議題其實都是要說 遺棄動物等同謀殺 所以我覺得其實大美巴方面 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 因為救回他們的生命 因為當你遺棄了動物的時候 他們很可能會放棄生命 不想再生存 所以我經常都說不要遺棄動物 因為遺棄動物真的等同謀殺你的動物差不多 阿威啊 我知道這隻大咪 這是老拍檔來的 我們又去過商場議演 又做蜂蜜醫生 而Blue來說 也有一個非常謹人的故事 是呀 是呀 他是一隻被遺棄的狗 那他的生存有很多問題 是 我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 然後就康復了 到現在這樣 變成現在很癡人的 很乖的 其實因為照顧動物 因為生命的平等 梁安庭的信念 我知道Blue 就是他那個主人 是Baron之間 就是說 就拿一隻寵物 來到你們這裏 幫襯寵物美容 然後呢 扔下了它之後 就 逃之夭夭了 然後呢 阿Blue 他很有靈犬 他刺到他的寵物 是他為了 他的主人為了 他為了他之後 曾經一度 就玩了憂鬱症 撼頭埋場 是嗎 還有牙呢 有咬牙呢 咬牙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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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是那麼好 心理又有一點 不是那麼好 我也知道呢 曾經看過 我們都會在Facebook 放出來 就是Blue 他初到被主人為了 他自己刺傷了 那些毛出來 好瘦 還有他有一個輕微的 自殺的傾向 就是坎頭埋場 是呀 變了是呀 那我們就 經過 很多時間 帶他出去 和他自撩一下 洗一下 洗一下 給他一些好東西 給他吃一下 讓他心理 可以補回他的家 嗯 那其他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為什麼會這樣投入 就是拯救委員會做什麼工作 那 這些我出自內心 不能說是動作 我覺得 最重要是喜歡貓狗 我覺得他是內心的 因為我順便 始終是生命平等 那據我所知 就是 譬如大咪 阿Blue 風光眼女兒 即大美巴方面的動物 阿威 為了照顧他們 已經是兩年沒有飛過法的了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會繼續支持 我們活動創意 再加上 我們所有 寵物大同盟的朋友 愛生朋友 一定繼續爭取 香港的寵物權益 比如說我們希望 人人有平等的人權 去養寵物 對嗎 對 而且千萬不要遺棄動物 對 加油 Go 來吧 後來 後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